差點不懂讀你的名字 英文名字是Stella 中文名字是三點水做過一斤兩斤的斤 不是讀周斤 三個斤 三斤 是周三斤 你可以這樣叫我 以前人們不懂讀也是這樣叫我 其實是叫周怡 他的名字怎麼讀呢 我問了他幾次 我每次都不記得 我對你其實都陌生 當然我有上網看過你的影片 和歌 初步印象就是 這個人好像烈女 這個人 他在馬雷旁邊都敢 扯他 扯他 當然我知道背後的關係 剛才off mic說過的 背後你們的關係是什麼 沒有那麼複雜 真的誤會太深刻了 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合作 音樂上的合作 其實在最原本 馬雷想的那幅圖畫 和現在出來的製成品 其實相差多遠 我不知道 你覺得裝飾相差多遠 我整個概念我比較齊 我經常都叫他 配合我 這樣 他都是一塊一塊幫我組 我覺得很近 很近 很近 但說好過 還好過 還好過 我接下來就是想說這句 Beyond 你先聽別人說 我就是想說 好過 我就很近之餘 我明白了 你過了 接近就不是 10分是滿分 10分是8分 是12分 類似 那個近 對 那些錢就給得了 很划算 我真的很划算 終於捉了他上來 就這樣幫我宣傳 真的很煩 做歌還要浪費兩天 他又行 他經常都是這樣 他經常都說 很煩的 你直接找個秘書 我秘書就以為我跟你很友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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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的旗表 為何有兩天跟他做宣傳 梅泰森是你自己的故事嗎 Partly 有些位置是我自己的故事 就是自己的情感 就是被人背叛 但是你說這隻狗的位置 其實這首歌是想說 情侶分手一定要照顧這隻狗 是我身邊很多朋友的故事 分手後 狗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又說扔去流浪狗會 又說給了別人朋友 真的很不開心 我看到這些 覺得狗很慘 被你們扔來扔去 因為你們分手 你們最初這麼草率 拍拖開心 就收了一隻狗回來 但是現在分手 就說不要牠了 那隻狗很慘 其實他其中答應我做的原因 這首歌的原因 是因為他也很喜歡狗 他也養了很多隻 兩隻 這個也可以是認真 是啊 然後他看到那隻狗這麼有趣 然後拍封面 那隻狗 他就馬上多了很多興趣 如果只找他做一首歌 可能他不會那麼興趣 雷總之先生 還接不接他的項目來做 看看什麼 都是他 還是多少錢 這個是重點 現在音樂很艱難 先看錢 下次再做Double 價錢 不要了吧 我贊了 可以了 給你了 下次更漂亮的電眼神 OK 聽嗎 就好 喔好喜歡我 你有沒有辦法 其實又何必在等 其實又何必在問 但我不願意讓睡在客廳的冒海 看到你們親吻 請你關上房門 我留開了車頭燈 我決定了不再懂 我決定了不再懂